今天我們教各位 利用這個平底鍋 利用平底鍋然後買 市售的冷凍水餃 我們來做一個煎餃 很簡單 只要 鍋子好好的 你用 用什麼來煎 都不錯 我們先把鍋子燒熱 鍋子先把它燒熱 有個基本的熱度 然後呢 不要太熱喔 然後我們 油 下去 不用太多 重點就是說 一樣 鍋子要有基本的一個溫度 差不多在那 六四十度就可以了 不用說太熱 油的也不用太熱 火就燒熱 我把它關小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 水餃冷凍的 你不要想說 這樣當然煎不熟 我們就把它退冰 絕對不能退冰 因為你一退冰的話 皮就爛掉 所以不能退冰 所以不能退冰 要把它擺下去 好 稍微擺一下 擺一下 擺的目點喔 是這樣可以煎得多 好 我看的也比較煩 好 這樣稍微擺一下 要吃得多 擺一下 擺得多 盡量讓它貼到那個鍋子 每天都來給它貼到鍋子 這樣 這個鍋子剛好 一盒 這個我本來煎得多 一等差不多 等了齁 下去之後 一樣齁 你不用說 等一下要煎得如何 再放水 不用等 就直接水就把它加上去 你知道齁 我們家大概是 它餃子能夠醃到一半左右 因為它是冷凍的 因為它是冷凍的 所以需要的時間比較久 我們最初要加那個鍋 然後 這個鍋齁 要蓋給它 蓋子要密合 因為密合 為什麼要密合齁 因為密合的話 它就 熱效率會比較好一些 要不然的話它那個 如果沒有密合齁 那蒸氣都會跑出去 好 我們現在齁 大概15分鐘了齁 我們聽到沒有水聲了 打開看 好 水都已經乾了 然後我們把火關掉 火要煎掉齁 乾掉齁 然後齁 然後齁 我們現在把它蓋起來 喔 你看油這麼多齁 你用蒸的一個好處 就是說 它那個多餘的油分齁 會不會把它煎掉 可以把它煎掉 然後我們把它 拿起來 來 真是 真是完美啊 然後齁 這樣子 這個比外面賣的那個什麼 四海什麼 差的 那個煎餃還要漂亮 還要好吃 然後 OK 這樣子 好 這樣一盤 好吃的煎餃就這麼完成 很容易很簡單 其實 其實 趕緊講啦 只要 這鍋子你選的好一點的話 然後你技場抓得準的話 絕對 你也能做出這麼漂亮 那麼好吃的煎餃 你們回家可以吃吃看喔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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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